歡迎大家來到這次的Demo Day 那今天我的任務就是在開場的時候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最近對於新創跟科技趨勢的一些觀點 那最近經常碰到我的朋友 就會問我說到底什麼是Web3 那甚至我的好朋友Fox也會說 Jamie你這個十年前寫了很多Web3.0的文章 但是那些文章現在好像已經跟現實不符了 希望我能夠更新對於這個Web3.0的定義 所以今天我希望花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來跟大家講一下我們在我們的觀察裡面什麼是Web3.0 然後它跟各位有什麼關係 好,那其實我們在好幾次的Demo Day都跟大家溝通了 就是說我們認為在這段時間裡面最重要的幾個 Ungoing的Paradigm Shift 就是AIoT AIoT Blockchain DeFi 然後NFT 以及東南亞 那 現在又來一個Web3 難道又是一個新的Paradigm Shift嗎 其實不是喔 其實Web3呢 最主要可以說是Blockchain DeFi 跟NFT 所帶動的一個 新的機會 同時間呢 它其實跟AIoT 還有東南亞也是息息相關 所以 它可以說是一個 另外一個面向去看 現在正在 Ungoing的這個 Paradigm Shift 好,那在這個Web3 裡面呢 到底 會有怎麼樣的 改變呢 在這個Web3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認為大概會有 至少五六種比較major的 事情在改變喔 那第一個事情呢 就是 法幣 會 變成 加密貨幣 什麼意思呢 過去這 二十幾年 整個Web1.0 跟Web2.0的發展 主要是在 decentralize 或者是 讓information 變 distributed 也就是說 在Web1.0 跟Web2.0的世界裡面 大家可以上網 把你喜歡的訊息 放在網路上 跟大家分享 那 這裡面呢 雖然也有一些 中心化平台出現 但是 大致上來講 人們上網 透過 HTPS 或是HTP這個 Protocol 把訊息跟人們分享的 這個方式是自由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也就發展出來很多的 這個金融跟交易的行為 但在我們在從事這些金融 跟交易的行為的時候呢 其實你在用的還是傳統 把幣的數位化 也就是說 這個時刻 你可以透過一個點擊 連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網站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當你連接到 比如說烏克蘭的一個網站好了 其實你是幾乎沒有辦法 在上面買東西的 即便它是一個數位的服務 你不用買了之後 把商品寄到台灣來 其實在傳統這個金融體系裡面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很好的整合 烏克蘭的這個店家 沒有辦法很輕鬆的辨識 你的這個交易是不是 會被取消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雖然可以輕鬆的連接到 其他的網站 但是人們並沒有辦法去中心化的 非常自由的交易的 那這個事情呢 在Cryptocurrency被發展出來之後 會被徹底的解決 因為Cryptocurrency等於是一個 Web原生的貨幣 那也就是說 當你今天拿著ETH 當你今天拿著狗狗幣 當你今天拿著USDT 走到任何一個世界的網站 只要他願意接受 這樣的虛擬貨幣 加密貨幣 你就可以消費 所以它是一個網路原生的貨幣 它不受到任何政府 央行的管制 那換言之 他就把這個法幣去中心化了 所以在接下來 10年20年Web3.0 Web3發展的這個過程中 第一個Fundamental change是 開發者 再也不受到法幣數位化 跟法幣的生態系數位化 進度的前置 你可以透過支援網路原生的Cryptocurrency 快速的跟全世界做生意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大家看到 整個加密貨幣的體系 發展這麼快的原因 所以第一個大家要注意的Web3的發展 是從法幣 過渡到這個加密貨幣的這個過程 第二個發展呢 其實是因為區塊鏈而來的 在這個Web1.0跟2.0發展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的網站形成了 很多網站跟服務 形成了一個所謂的Walk Garden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今天你在用iPhone iPhone上面的資料 舉例來講 你在用Line好了 在Line上面的資料 大家可能都有經驗 朋友如果傳一個照片 或傳一個影音給你 你可能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沒有去看 你就會發現這個照片 跟這個影音 沒有辦法再被看到了 除非你記得把它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否則這個照片跟影音 就因為Line要管理它的儲存成本的關係 可能就被刪掉了 或者是說 如果你今天本來是iPhone的用戶 想要轉換成Android 那你會發現 要把你的Line的聊天紀錄 從iPhone轉到Android 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資料Walk Garden 每一個平台每一個服務 因為它自己的Policy的關係 會implement一些資料的政策 而作為用戶 雖然這些資料是你的 雖然照片是你的 影音是你的 但是你也把它 從你本地端上傳到雲端了 但是在雲端裡面 這些資料的真正的控制權 卻不完全在你身上 但現在在Web3來了 有了區塊鏈之後 因為資料可以放在區塊鏈 這個區中心化儲存的世界裡面 所以用戶有機會 未來可以真正擁有自己的資料 而且真正主控自己的資料 可以帶著自己的資料 到不同的網站去使用 所以這個資料就從秘密花園 私人花園變成了公園 那每個人可以自由的 控制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是Web3第二個 帶來的巨大的改變 好第三個改變 有了貨幣 有了資料 接下來就是變成金融服務的改變 所以在Web3的世界裡面 金融會從少數人 把持的一個寡讚的市場 變成一個全開放式 去中心化 甚至有點像是Creator Economy 的這個DeFi的世界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世界裡面 如果你有想法 你有能力 甚至你會寫智能合約 你就有機會在上面 開啟自己的金融服務的機構 那這個機構呢 至少到目前為止 是不受太多各地政府的管轄的 也就是說金融的市場 會從少數寡讚的市場 變成一個百花齊放 然後一個非常快速的進步的世界 如果你有在觀察DeFi的話 你會發現DeFi進步的速度 是跟傳統金融進步的速度 可能就像這個天上跟地上的差別 那個天上一天裡面發生的改變 可能地上一年才能處理 再來第四點 在這個Web3的世界裡面 在傳統的世界裡面 當你如果要證明 你擁有某一個物品 那你通常 譬如說你今天買了一個Mac 那你就要把你的保證書放好 把你的發票放好 因為當你要二手交易的時候 如果要確保這個東西有保固的話 可能要把保證書跟發票 都要交付給對方 但在Web3的世界裡面呢 這些擁有證明 會改成用NFT來儲存 在去中心化的NFT儲存的方式之下 大家都可以非常輕鬆地去證明 還有交易這些擁有的證明 所以在Web3的第四個改變 就是傳統的certificate 會被NFT所取代 好 第五個改變呢 當大家都做了這麼多事情 形成一個公司之後呢 這個公司傳統會是一個 用傳統國家定義的這個股權 也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或是有限公司 或是有限合夥的公司的方式存在 但是在Web3的世界裡面呢 越來越多的項目 會變成以DAO的方式存在 也就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他們透過token 這個治理權的token的方式 去記錄公司的游泳權 跟公司的這個治理的權利 然後透過在網路上投票的方式去彰顯 這個公司股東對於公司的影響跟控制 那越來越多的新的Web3的項目 會選擇 minimize它在股權這邊的設計 然後maximize它在DAO這邊的設計 那這個是一個過渡的時期 很有可能再過五年 或再過十年的時候 有很多的項目 它可能從頭到尾沒有股權 就是用DAO的方式來彰顯這個項目 所以這是第五個改變 好 第六個改變 當人們 當新的項目都不用股權了 都轉移到DAO了 那現在大家 拿著你的股票去華爾街掛牌交易 這樣的事情也會改變 那以後呢 大家會是用token的方式 記錄自己的擁有權跟公司的影響力 然後在這個所謂的DEX 也就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 那在上面 人們可以去購買 自己喜歡的項目的 這個擁有權證明 然後透過買到的擁有權證明 再去質疑或再去投票方式去影響自己的項目 然後你喜歡的項目在上面 因為交易的關係 也會有liquidity 投資人跟創辦人也可以 在上面獲利出場 那在這個事情發展下去之後呢 其實這個世界對於華爾街 或是各地的集中式的股票交易所的依賴 也就會大幅降低 好大概 我們如果去想一想 Web3 會有怎樣的發展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大概有這個六個事情 六個 fundamental的改變 大家必須要注意的 好那有些人又會說 最近很紅的是metaverse 它跟Web3的關係是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去思考 metaverse 比較像是一個接地 一個落實的一個界面 一個UX 而Web3是這個背後 它的商業模式 背後它的資料的記錄 背後它的交易模式 所被形成的一個方式 所以metaverse跟Web3 其實是有點像是前台跟中後台這樣的關係 好那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去看今天這些偉大的公司 有些公司現在在現場 我沒有在唱衰你們 好 Amazon Google 這些trillion dollar company 還有很多的這些 這個 100個billion美金的公司 其實15到20年前 他們都是start up 那他們什麼事情做得很成功呢 他們其實就是成功的 Leverage了Web1.0跟Web2.0的崛起 那做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隔了10年20年之後 他們就可以變成這個trillion dollar company 或是100 billion dollar company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是站在Web3的爛商 爛商 也就是說 如果在今天 懂得去使用Web3的崛起的這個start up 那10年20年之後 當我們在這邊又在聚首 希望我不用再負責開場演講 可以在下面納量 那 或許我們可以看 我們會發現 在今天 這幾年 創辦的這個Web3的公司 其中 有幾家會變成trillion dollar company 而其中有 可能好幾打 會變成100 billion dollar company 那很有可能 這些公司也有可能在台灣 或是在東南亞裡面產生 好 所以呢 但到那天到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不太知道 今天這些很dominant的platform 大家在討論 他們是不是有 這個反托拉斯的風險的這些platform 到那天還會不會存在 就像其實今天大家已經忘記Nokia 也沒有人在乎Yahoo在做什麼了一樣 好所以呢 我還是覺得 其實沒有比今天更好的一個時間 可以當創業者了 那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在這個Web3崛起的這個過程中呢 好好的利用這個Web3崛起的這個機會 去創造下一個世代 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公司 那AppWords會在這邊 幫助你 幫助你成為你可以成為最好的founder 那也創造出來 你能夠創造出來最好的startup 或是公司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開場跟大家的分享 希望這樣的解釋讓大家對Web3有多一點的理解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享受今天的這個演出 我們今天準備了非常好的團隊 非常好的新創 那我相信你們應該會從中間得到很大的啟發 謝謝大家